資訊 從今天開始給周牢介紹的東西 我给大家取了个名字叫天际 为什么叫天际 我们人人间有人际还有地际 这人际就是我们人间 社会上面所存在的一些伦理规范 一些法律的规范 人的纪律 地际一些史学家去陈述一些事实 把它记录下来 像我们房里面发生的 陈述把归纳起来 我们跟诸位介绍的是天际 天际就是一种自然法则 自然法则 它是一个真理 它是一个真理 它本身什么叫做真理 真理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已经被confirmed 被证实了很久 不需要你再去证实 什么叫做真理呢 我给诸位一个观念 现在呢 有一个辩论会 AB两个人 A是中医 B是西医 那西医再说西医好 中医再说中医好 这叫做两个相对的个体在抗争 真理呢就不需要抗争了 无所谓中医好西医好 世界上只要有一个方法弄到那种病好 这句话就是真理 你去真谁好 医者父母心 你当医生的目的是 要救人 这是真理 所以在真理的角度的时候 没有什么相信不相信 没有正反两面 好 那在我们的课堂里面 我们再介绍 这些东西给诸位的时候 诸位手上拿了很多的参考书 参考书就是我在市面上看的 有些给很好 给诸位做这个 这个理论有帮助的 实际上我们在讲的时候 实际上所有的书 都是新 我们在传的时候 我们传的是神 我们中文有两句话 他说祖师留下法 习无传法人 这个传法的人 诸位呢 从小学到大学 诸位一定遇到过 非常的老师 非常多的老师 小学初中高中大学 什么老师都有 那为什么我们老子中说 传法人会没有 假如那有很多老师在传啊 为什么传法人没有 这就是 很多老师呢 社会社会上很多老师 他往往他知道他是老师 老师都是对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开始有很多名词 证明要证明给你看 证明 证明我们才能出师嘛 才能出师 老师说只是老师说 跟真理说不一样 爸爸说是爸爸说 跟真理不一样 所以说 他是老师说的 但是你的老师 不是说的 而不是真理说的 所以说我们在论语呢 里面讲到 他说啊 学而不思 则往 思而不学 则带 很多人呢 读书 只会拿到一大堆书 抱到手上 在读书 读书了以后 尽性书 你完全相信书上写的东西 你没有去思虑它 你结果还是迷惘的 书不一定都是对的 所以我们研究一个学问 我们已经站着批判的角度 看它 好在哪里 一本书 它的精神可能就是一句话 你得到那句话 这本书值得价钱 你已经连本代理都回来 有的人呢 把书从头背到尾 背了半天 什么都没有 现在我们学校的老师呢 都在学校教学生背书 好 举例给你听 比如说 诸葛亮的初识表 如果我是教国文老师的话 我就会讲 这个是国文课本嘛 课本上面写的初识表 教育部已经把它语义啊 作者那种都写给你看了 这是你去看书 书给你的目的在这里 老师的工作是什么呢 应该告诉你 诸葛亮它是个什么样 我们为什么要去看这个初识表 国立编译馆教育部 为什么把初识表编到这个书里面来 因为我们要发扬 要表扬诸葛亮的忠孝结义 那从文章里面 当时时代背景是什么状态之下 诸葛亮写这篇文章 他在什么心情之下 写这篇文章 文章 文章 作文中间 文词中间有哪些的意义 我们可以查得出来 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 所以我们读初识表的时候 实际上读它的时候 可以读到诸葛亮的读心 读到它的心 那现在学校老师呢 诸葛亮开初识表讲完讲完 大家可以去背 然后背着半天还是醒 怎么样背着醒 第一堂课呢 我刚刚跟诸葛讲 我们做的工作在证明 证明 有一个过程 一个知识的过程 诸葛都没有发现到 十八世纪刚开始的时候 诸葛听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人类发明计算机 那一个计算机 房子那么大 它只能计算三位数 现在二十四句末了 诸葛拿个名片 可以算十位数 由凡 进入 简 这个过程 花了两百年 它的意义是什么 三个字 它懂了 懂了就简单了 所以如果作为学到是最简单的东西 就是你懂 我们在天际里面讲的是意义的意义 顾迷思义意义就是告诉我们 读了意义以后 应该要把世界上的事情简单了才对 那为什么现在有的人越读越意义越复杂 就是没有懂 你看禅中的禅 在写这个禅字的时候 只是我们简单一点叫禅 好 诸葛你如果相信文字 相信书 我画个图 全世界人都知道它是乌龟 你中国人叫你马上写个乌龟龟 搞不好你还写错 所以文字是障碍 那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 我们刮个中国语言 一大五百 我们怎么讲这语言 对不对 我们台湾就是台湾话 本省话还有三地话 语言文字都是障碍 图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们把它异化 所以诸葛只看到世界地图 有没有看到世界地书 没有那个笨蛋去写世界地书的 那张图就讲完了 现在人呢 就是在读书 学好小学老师到高中大学 你把书背起来 又要背背背 小孩子不会背 那小孩子的时候 从小开始 他是一张空背 所以我说诸位 今天开我们的录影带 或者来我们班上课 把自己变成个空背 什么都不要去想 思而不学 为之待 有的人呢 就一天到晚在想 天到晚胡思乱想 从来不去学东西 结果呢 就待 什么叫待 就是伪难 危险 这种人 到头来害了自己 所以说很多人 不学的 思而不学的人呢 他自以为是 结果 害了谁 害了自己 所以我们学什么呢 要去想 我们要培养我们的智慧 所以 学而后 思之的人呢 他能够明辨 是非 知道是非在哪里 我再举个例给诸位看 现在社会上 诸位我们现在开始讲算命 我们随便讲个东西 性命学 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性命学 五分钟就把你教会了 如果你懂义的话 义 好 现在流行的性命学呢 哎呀 我们要天鹅 等地 还有总格 哇 几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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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得很复杂 很烦 在我们班上的 诸位所接受的训练呢 我们有个逻辑 我们的思维的逻辑 我们的逻辑呢 是假设 在经过验证 验证完例后 再看结果 如果跟结果 跟假设是相等的 这个假设 我们就叫做真理 所以科学家都有这个科学的精神 13世纪的时候 麦泽东跟格伦布呢 他去航行 假设地球是圆的 当时的教宗跟国王说 你妖言祸众众要杀头 结果证明它是缘了 科学家的精神 逻辑的精神就是 假设你是对的 那你还没有听你如何是假设我 我假设你天人地格是对的 文字啊 那我几话 你姓几话 名几话 几话 我假设你那么复杂 假设你是对的 那我请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个 跟你同名同姓人很多 那为什么 有的李登辉当总统 有的还在台南有个李登辉 那有一个人说 假如说你说三十五话很好 那全世界有很多 同样的三十五话的中国人 还有是老外的 英文名字中的半 不是几话的 弯弯扭扭 像蝌蚪一样 有例外 就不是理论 那如果是 我们用神去看它呢 我要传的诸位 如何传这个神 用神 用神去看它 我刚刚讲诸葛亮 初始表 诸葛亮呢 他姓诸葛明亮 他说哎呀 我的名字太亮了 孔子说 过之为之狂者 那我这个名字太亮了 不好 所以我诸葛亮自孔明 我这个亮呢 是小孔里发出来的光明 孔明呢 是不急 亮是太过 加起来 取乎中道而已 中庸之道 所以这个人会留名千古 唐宋巴辣交之手 那个人叫韩玉 玉是超越 所以那里说不预计 因此韩玉制什么 退之 那杜牧呢 那个牧就已经很谦虚了 那就牧之了 这种人会留名千古 这就没有例外了 所以取名字要取他的神 不要取他的行 懂不懂 现在所有人都在行上面做文章 行是越做越复杂 然后例外越多 到了神的阶段的话 没有例外 神就是真理 好 那我讲的真理 现在社会上很多的宗教 各种佛教宗教 和阿里斯基督教 什么天主教 一大堆 我通通承认里面的 道理都是对的 个人想战胜宗教 道理都是对的 但是我在讲神 我这个神是无形的 就在你身边 你随时可以用到 我们不必去做一个东西出来 大家都也告诉你是神 神就在你身上 所以我们在用神 所以我们以下讲的天文地理人 所有东西呢 我们有很简单的方法 一教各位就好了 好 在春秋末年的时候 有一个人啊 他的名字叫 道拓 道拓这个人呢 是小偷的祖师爷 小偷都带他做老师的 就有一天 道拓的徒弟来问他 师父啊 请问你 道义有道吗 道拓说有啊 怎么会没有道理的 我们做小偷的 看到房子外面 就知道里面藏什么 就叫做胜 决定什么时机 下手偷 会偷成 决定时机这个人呢 叫做智 一马当先 第一个军事偷的那个人 叫做勇 偷完东西出来 在后面帮大家断后 那个人叫做义 张物拿到手上啊 分得很平均 分均人也 所以孟子呢 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啊 先入啊 永远 后出 一也 分均 人也 所以你如果权力拿到很大 最好分平均一点 好 那孔子的自圣先师 什么叫圣 你拿到圣经 什么叫做圣 定义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第一堂课 一定要跟诸位证明 明要证明 明正才能出师啊 好 不然说 小姐 先生请问你 你从小学念到大学 你念论语 论到孔子的东西 孔子的奴家学术是什么 以仁爱为中心 你念到这个都念错了 为什么 谁说孔子是以仁爱为中心 是你念书的嘛 可是你是不知道 姚舜之所以为圣 姚舜之所以为圣人 圣之人则也 他能够行人证 所以他禅上天下 孔子之所以为圣 圣之时则也 他是掌握到时机 成学来的 这是孟子 这话是孟子说的 不是我念一下说的 好 我们要引用人 不然叫孟子来告我们 好 这是传神的 所以说很多人说 哎呀 我现在社会上很多人说 哎呀 我很讲义气 什么叫义他都不知道 事情发展 跑第一个就他 逃走了 逃走第一个就他 然后不敢 一马不会做事情 一马当心 又不会把他断后 诶 诸位要学到了什么 学我们的天际 学到什么东西 学到如何站在外面 他看到里面藏什么 学到如何 决定什么时候下手 时机很重要 因为这个时机啊 来的时候 这个时机来的时候 你抓不住的时候 这个时机只发生啊 只在一念之间 一念之间就成败就已经成败啊 就已经已经探定胜负了 在一念之间 你说念一下 这一念之间有那么影响那么大 三十八年大陆沦陷的时候 有的人一念之间 我待在大陆上 一念之间到台湾 未来四十年不一样 那个时机来的时候 你说等一下 我考虑一下再去好了 谁跟你考虑啊 好 时机很重要 所以这个 我们为什么要训练这个 就是诸位在 事情来的 刹那之间 小的怎么做决策 好 那我们学到看 站在外面看到里面 不然我们去学看相 中文的看相也好 学一些听 耳朵去听 好 一些像素 一些语言的像法 看八字 好 看外相 都是看图嘛 你来有一个人进来 抱着肚子 六脚弯起来 你看图一看就知道他是盲肠颜的 已经看完了 图就出来了嘛 对不对 你如果把它推进检验检验的半天 搞不好你还不能确定 然后病人痛到钥匙 等到你决定他是盲肠颜开始的时候 他已经变附魔炎 好 这是时机很重要 好 诸位学到的 就是这个 那这后面三个呢 你要要求自己要做到 我不敢说你已经能做到 好 但是要要求自己 好 所以诸位在学之前呢 这些都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那在社会上 诸位出去看的时候 我们班来的程度 来的学生呢 经过我 衰选过 好 衰选过 在诸位 大家的教育程度来自各位 各位都来自不同的社会上不同的行业 好 外面看到行 通通不一样 你可能呢 是办教育的 你可能从司法界 你可能做生意的 外形通通不一样 没有一个是同行的 神是一样 神是一样 所以说我们在讲 这三个月中间 我们介绍天际的时候 比如说 什么叫君子 什么叫小子 好 他定义是什么 在我们有一本书啊 汉朝有的人写 叫做管落 这个人 汉朝很有名的相学家 管落相法里面呢 他就提到了一句话 他说啊 他在言语的相法里面 什么叫 为什么叫言语的相法呢 就是听那个人讲话的内容 就可以判定他是君子小人 君子小人 他长在脸上 不会说 我是小人 我是君子 他不会这样子写 好 那你要听 就知道 那为什么要去听呢 好 听有什么好处呢 诸位你去看啊 你们有空到法院门口去看 在嘉台光著的一部音符经啊 他里面讲了两句话 八个字 他说啊 龙子 他说龙者善事 古者善听 龙子的人呢 好 什么叫龙子知道 耳朵听不到 听不到任何的 听说有人说 他说你说 我说妈妈说 他听不到 因为听不到 他只好用眼睛仔细的去看 鼓者善听 好 眼睛瞎的人呢 叫做鼓者 他眼睛瞎的时候 他看不到这个人美丑 他看不到这个人 拆西藏大理大 英俊潇洒 他都看不到 上帝有规定说 拆西藏大理大 就不会骗人吗 有规定漂亮你还讲的话 都对吗 没有 因为他鼓者 他眼睛看不到 他只好用耳朵仔细去听 所以这两种人都很少上法院的 你看到法院去被他骗的人去告的 都是眼睛好的耳朵好了 那到底谁是残障的 残障的定义是什么 所以骗的人 宁可我当时把他生成龙子 或者生成虾子 他还好一点 不会被骗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证明 让大家看得很清楚 你用耳朵去听 就知道了 不需要去看他长什么样子 你去看外面 绝对不会 额头上吃鸽子 我是小人 不会吃的 但是他的动作都是小人 君子和小人这两个不太一样 诸位让诸位了解我们的目的 君子严谨刚重 讲话很简单 一句话就到见血 一句话就真真见血 而且刚重呢 就很刚强直重 一干 一句话通到底 小人的定义呢 这个管路就讲了 他说 他说 我举个例给你听 当年汉高祖在打天下的时候 有一个人呢 有个他的手下 叫做姓魏 魏无忌 魏无忌这个人呢 跑来跟汉高祖来 哎 报告皇帝 你要天下打下来 你要用陈平这个人 就可以了 汉高祖一听 呵呵 陈平你来 你来报道 陈平来报道以后呢 第二天就有两个人 跑去跟汉高祖交 包括皇帝 陈平这个人你怎么可以用 听说 有人说 陈平在家乡 跟他大早都发生关系 这种人你可以用 这个汉高祖呢 一听 马上就把魏无忌叫来 你这个魏无忌 都可以介绍这种人来用 你知道魏无忌怎么回答 他报告皇帝 我是介绍他的才能 我没有介绍他的品德 好了 结果天下打下来了 陈平出了大功劳 可是萧何张良韩信 就没有看清楚 他跟到了汉高祖是小人 所以开国三级都给汉高祖干掉 所以你容易听人家的残缘金额的 讲人家残缘的都是小人 被他列为小人 所以当有人告诉你 听说有人说 这个你不要去听 就是他说 懂不懂我意思 我们三个是好朋友 我们好朋友在一起 那可是我很妒忌他 对吧 那我想害他 我就跑到你面前来 我告诉你 这位小姐在背后怎么讲你 你知不知道 讲了一大堆 你脑筋清楚的话 这句话就是他说的 就是我说的 因为我 其实我还想跟你讲 我也很不喜欢你 很妒忌你 我不好意思跟你讲 是我说的 所以我就借用人家的名字来说 来害人 社会上这种人十之八九都有这种人 那你一听就听就根本就没有去问他 法官办案子都要两者双方到面前来谈嘛 什么叫做真话 你说你还 我跟你讲这个话 你说你敢把他面 三方六面 当他面讲说 他背后讲这种话 你敢不敢 如果敢 如果敢 这话是真的 如果不敢 你就是谐言清除一口 那你把人家这个谐言听进去 你也是小人 你讲人家也是小人 所以我常常说 这个桃园小人国不去看 台北市一大堆都是小人国 大家那边喝下午茶 就是东家上离家本 大家不要浪费时间去做这些事情 无谓的事情 浪费时间把智慧 用在学习知识上面 学习以后再深思熟虑过 然后明辨识别 看清楚什么才是对 什么才 这个才是我们要学这个 所以我们今天开宗明 跟诸位讲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去讲这个东西 就是要与正视听 让大家能够看得很清楚 因为我们家国家 现在我们感觉到说 这个教育不是很成功 不是很成功 所以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来在课程的中间 诸位呢 不要担心 不用担心说 这个 我们这个三个月的时间 加点起来上课的时间 刚好48个小时 这48小时来说的话 不过两天 对不对 这两天就把中国五千年的东西 这些东西都能够夹出来 对吧 因为我讲的是神 如果我讲行的话 照本宣科的话 两年也讲不完 可是如果你得到神的时候 瞬间就会了 好 书是给你看的 我教诸位呢 是如何读图 读图 比如说你去看相 那个脸上有没有写的 我是小人没有啊 读图 看动作 所以我们是以图为式为主 包括易经 来介绍天文地理的时候 我们的上课的进度是这样子 一堂课两个小时 前一个小时呢 完全是在算命 第二个小时呢 完全在讲易经 这个易经的部分呢 六十四个卦 我们用图示法 叫诸位 跟现在外面社会上传的易经的版本 不太一样 在这里我跟诸位在讲个好玩的故事 在三国的时候 有一个人叫吕蒙 吕蒙这个人呢 他是很好的将领 可是他大致不是一个 当时孙权的哥哥孙策的时候 他就跟到孙策 孙策跟他说 吕蒙啊 你好好去念书 你如果再有念书的话 再加上你的宣亲的神勇的话 你这个将来是不可限量 是我们东吴的一个大支柱 这吕蒙因为听了这句话 开始拼命念书啊 结果念书一直念到孙权时代了 对不对 孙权来掌权了 吕蒙是大将 那他们都很熟啊 跟家里都很熟 结果有一天在这个公堂上面 他这个喝酒 喝喝喝喝喝 吕蒙就喝醉了 就躺下去睡觉 他也不管孙权在车啊 什么其他人在 在旁边 他就睡着了 一睡着以后 大家就听到 吕蒙在那边 开始背译经 把译经啊 前为天每个挂的内容 摇词啊 它是里面所有的字 通通背起来 背家以后 就要醒过来 醒过来以后 这个孙权啊 他们就问 吕蒙你在干什么 你怎么睡觉在背译经啊 他说哦 因为我刚刚做过梦 我一梦到三个人 文王 周公 还有江太公 那我们三个在一起 他看到他们三个在那边坐在那边聊天讲话 再讲义经 讲得非常有道理 讲得非常传神 可是跟我们现在读到的义经不太一样 那他就问我啊 你现在读到义经是什么 我就背他们三个人听 那读卫呢 我们介绍的义经呢 完全是从图上来的 让自己去开悟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去读书 读了半斤 把它背起来 事情来了 你还是会忘掉 但是如果一个图你想通的时候 它就完全是你的 所以为什么要误 就是让你去想通 然后让你去想通 所以 那算命的部分呢 我们要命相同参 命相同参 八字 我们会介绍两种 一种是义经推命术 一种是指挥斗数 义经推命术按照指评法 把它八卦排列上去 斗数 就是按照生成八字 按照以年的甘枝 天甘地枝为主来排列 那排列的方法 我们在上课中间不教 诸位可以看书 因为排列是史的 尚要至于现在市面上 很多电脑都有这种程式 周围都可以去用 没有关系 那像呢 人长的样子 当时进来的他的气色 我们要参考在一起看最清楚 为什么 我们不用谈弟弟位置 光是论命论相 跟你同时间生的就很多 难道同时间生的长得都一样 如果都一样的话 为什么我弟弟双胞胎 我一看就知道两个不一样 而且双胞胎 为什么一个当医师 一个当厨师呢 一个结婚三年孩子 两个都还没结婚 为什么 就是我们要命相同参 这两个部分呢 是加强算命这个部分的准确性 实际上呢 我们是讲的是 加上第二堂课的《易经》呢 《易经》讲的是 除了讲人间道 所谓的人间道 我们一些做事情的法则 一些事情加强 补强我们过去不足的地方 那我们在实际道的时候 不但可以看到实际 而可以马上可以下决策做 这个人间道的部分以后 我们还讲地理学 那在《易经》的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中知人事 这种道 这种道才可以传世 现在外面呢 算命的就是算命 算命的很多方法 方法论 以形来说 算命的形式很多 形 形式很多 什么 子评法 子微斗书 铁板神书 一大堆算命的方法 它的形很多 但是都列于 属于天文的部分 如果光是属于天文的部分的话 会遇到 我们的logic又来了 所以读书 自会又要脑筋去深思 假设算命是对的 大家给你机会了 假设你是对的 那我们拿去验证 同时练生就不一样了 还有呢 那算出来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那不能化解啊 那诸位用逻辑的想想看 你是人 我也是人 我们人类 从老人类开始到现在 我们人啊 会不会神经病 去发明一个东西 没有功能 会不会 这个东西一定有功能嘛 那算命不能改了 这个书就没有读通了 但是心肠还算好 那现在你知不知道 外面很多算命的人呢 哎呀 说我给你画个福 那个时候买个玉 买个风铃买块玉 那个是没有根据的东西 假设你是对的 我买了鱼缸 回到家里面去 买块玉 回到家里面去 太阳还是从东边出来 西边下山啊 于事无补啊 那些都是在形上面做文章 通通缺乏这个神 那现在社会上很多人呢 在讲神 有神有神 然后他做出来的全部是行的工作 但没有做到神的工作 所以我们这个课呢 这个录影带发行出来 就是要跟诸位介绍 如何用神 用神 用神的话是妙用 人家说 暴力不如巧力 你在那边挖牙齿 拔牙齿的牙医 一个拔的牙齿 拔的结果 拔不出来 真的会拔牙医 用巧力一下就拔出来了 好 这个巧力 光是算命不行 我们要看地理位置 为什么 因为跟你同时间 出生人很多 住的地理位置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命上面 第一个同时间 住的地理位置不一样 我们要做个加减 所以第二堂课讲的就是第一 然后加减出来以后 我们再算命整个工具 让我们呢 事先就知 事先就已经知道果了 就已经知道成败了 事先知道果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做决策 现在所有的决策 都是事先在探究因 考虑了很多 因为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我们就要这样做 如果这样做的话 会因为什么什么 讲了半天讲完了 不知道怎么做 然后不做决策 就是他们的决策 那我们现在说呢 现在就看到果了 就可以论成败 懂不懂为 那我们就知道方向是什么 所以我们呢 以果来做决策 后面介绍到 《易经三水蒙》的时候 如何发蒙 启蒙之道 我们有同蒙 小孩子的蒙 有小孩子的蒙最好启蒙 他是同蒙 就是个空碑 那现在很多人呢 这个成年了以后 就沉蒙了 懂不懂我意思 沉蒙了 这个蒙就比方 但是我们《易经》 还是提出很好的方法 来协助如何把他启蒙 所以诸位如果看了论文台 或学了出去 应该会变得很聪明才对 但是最好不要太聪明 要智慧 聪明的人都有 要有智慧 那智慧跟聪明在哪里呢 聪明的人呢 想尽办法把事情弄得很复杂 比如说我是儿子 很皮 可是我想要这十块钱 我不好意思直接跟我爸讲 我就想尽所有的方法 其实影射就是要那十块钱 就走了一大圈 聪明的人不要当机直断 爸爸把他十块钱 讲完了 这就是同蒙 智慧 你为什么要闹半天 所以我们后面讲相法 我们在 除了讲人的相 讲话的动作 一看就可以知道 这个人在想什么 真正了解的话 读心 读心 会进入到这种阶段 所以对我们的课程上面 有没有什么意见的地方 所以下次你诸位的书呢 可以放在家里面慢慢看 一经六十四个卦 我重新弄过 我重新编列过 那种图像 用图来解释意境 给你们听听看 如果有什么意见 欢迎各位执政 但是你还没有想通的时候 你们学而后 先再诗 学完以后 回去再去思虑 经过深思所虑以后 再问问问题 如果你学而没有诗 你一问我就知道 诸位要这种求知的精神 才可以 否则的话 我们速度很快 那你跟不上 那之后要如何跟上 我刚刚讲 最简单的就变成同盟 同盟 那同盟呢 就是你先假设我是对的 对不对 你先假设我对的 先去验证 你没有假设我是对的 就去否定